大家好,我是阿燦斯 其實我要入這一行是從國中開始 四十幾年了 反正都讓我更堅持 我要讓客人吃到古早味 有的年紀比較大會想起以前那種味道 那個才叫做人情味 反正都要把它炒起來,炒熱起來 復興伴奏文化 我們如果說一場中午一場晚上 五點半就到現場 六點開始拿刀開始一直切 切到中午吃完以後 我們又趕到晚上的去 然後又開始一直切 切到晚上吃完 回到家已經十一點 最累的時候是一個月做二十八天 一天不是一場喔 有時候一天四場三場喔 一個月只有休息兩天而已 切到隔天早上 這個手打不開 很痠很痛這樣 那這些年來啊,你的身體有沒有 因為板痘,然後累積了一些傷害 很痘 這個手很痠啊 有時候沾板拿著 掉了還不知道 那個都是職業傷害 抬針龍啊,抬到這個鎖骨啊 傷到有沒有 腰閃到一次啊 也是有骨刺啊 我手指肉也削掉了啊 就是要柯花,你看 這邊掃掉一塊肉 看得出來啊 有沒有 那個就是早上要 弄那個柯花的那個 蘿蔔那個頭啊 一削下去就削到了 後期膠布沒有辦法止血啊 後來拿了什麼 電線的膠布啦 才有辦法止血 不會呢 因為板頭是跑來跑去啊 做板頭也是場地讓我 人坐那麼久 因為今天在這邊 明天這樣環境不一樣啊 不會覺得很累啊 不像萬代每天看著沾板 每天看著如此 就好像鳥啊 今天會到這邊 明天走到那邊這樣子 今晚好像第一個喔 那個我最快要幾分 不用那一隻吃完 最快喔 我們喔 沒有限時的 我們又不是吃大飽的 你以為我們90分都要吃大飽 我們有夠就吃慢一點 沒有夠就趕快吃一吃 還有什麼別的事情要做的啊 我讓你最深刻的一場辦公 公安局說太王八祖 要慶祝 要在曼谷市中心 一個那個什麼飯店啊 要辦兩場 也是像我們這樣 辦我們的台灣菜的古早味這種味道 我在煮菜啦 兩個師傅在切菜排 兩個阿姨而已 總共五個人而已 我一直忙都忙不過來了 那時候沒有辦法休息啦 因為人我們能少啊 走到晚上上菜的時候 他們重新也看到了很驚訝啊 我問你們五個人怎麼可以上那麼多菜 然後一道一道一直出來 那時候他才沒知道說 喔我們台灣人怎麼那麼會煮 五個人怎麼可能上25桌的菜 然後又每一桌的又12道菜這樣子 他們不知道我們怎樣弄的啦 因為他們第一天他也不理我們啦 就一個廚房讓你自己亂搞啊 那菜煮出來他們才知道 喔原來是補那麼多道菜一直出來 一次要做兩百多顆呢 對啊 有的時候我一顆要幫忙 鞋子就可以磕 也可以磕蝦子 磕什麼 磕蝦子 磕蠶啊 人家說蠶其實不像蠶啦 有一段時間就是我爸爸剛走的時候 蝦子比較不好磕 剛走的時候很累 因為我要接客人 又要開菜單 然後又要備料 然後又要到現場開始做 然後回去還要卸貨 那一段時間有時候說 有一種無力感你知道嗎 因為以前都是我爸爸開菜單 他接客人嘛 那現場 我只負責做是負責組而已 那我爸爸就負責跟客人接客這樣子 然後他行前場 那現在換成我要行前場 這樣子 所以那一段時間好像沒有 沒有住手了 好像斷了手臂一樣 也不會想要放棄啦 就是要應聲過來這樣 比較覺得好像比較孤單啦 啊無力啊 沒有支撐點 啊後來就是碰到阿斗司跟阿陳司啊 從後面旁邊一直鼓勵他 他說阿斗司說 你旁邊有兩個人你不用怕 你盡量做 我就好好 所以阿斗司跟阿陳司一直跟 跟到現在 如果你要講說 你不要去接這個桌來沒關係啦 你那桌長桌都沒關係啦 你去接沒關係啦 我在後面頂他都沒關係啦 沒關係 我會有給他講說 然後我會去看 你一百桌都沒關係啦 就是挺他到底就對了 就是挺他到底就對了 對 挺他到底 我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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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子 不 那個 他 真的 只有兩張 從的 讓客人吃到 會想起說 我這張 這個東西 四十年沒有吃過了 怎麼現在會火出來 像我做的巴絲會乾燤媽 還有從美國打電話過來說 要吃那個菜可以不可以 哪一天有半桌 然後他們另一桌另外煮一桌 他們一起來吃 你看真的要有人情味 多兩人 要不要搖屁股 不用 不要錄下去 懶惰為你的人生帶來什麼感覺 懶惰讓我更堅持 我覺得是讓我一人做自己 我不會受到任何的影響 我就是堅持做這種菜 我就是堅持古早味 不要被飯店餐廳牽著頭 我要讓客人吃到古早味 有的年紀比較大會想起以前那種味道 那個才叫做人情味 我越辦越堅持 看能辦幾年就挺 反正要把它炒起來 炒熱起來 復興啊 復興辦多文化 我的堅持理念就是這個 藥護已經翻多文化了 藥護已經翻多文化了 要不要對她說什麼 很可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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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叫你幫她說明知道 但我想能吃幾乎 我可以在一起吃百貨